嗨大家好 欢迎收听午后女子会 我是宇杰 我是书宇 今天是过年特别节目 所以我们都穿得很喜气洋洋 对 她的毛衣加上我的裤子 我们是一个拜年组合 新年快乐 然后今天伴随着过年节目呢 我们要做的主题就是 影视作品 就是过年期间放假的时候 可以追剧的影视作品 那过年为什么要追剧 因为过年大家都不想要 跟亲戚敢瞪眼嘛 或者是聊天聊一些 很尴尬的话题啊 所以为了避免亲戚 询问我的工作状态 或者是感情情况 我们就把她的这些问题 转移到那个 偶像剧的男女主角身上 对 或者是假如说你过年 有很多一个人的时间嘛 像年假了好几天 可能初一初二吃完饭之后 剩下的时间都在家里躺着 不知道要干嘛 那我们这些片单 就可以让你有一些参考 就可以不无聊 对 把自己的人生 就是塞满一点东西 不要开始思考说 我真的是过着一个 很悲惨的人生 对 好 那首先第一弹呢 我们要跟大家推荐的是 最适合是 全家或是三五好友 聚在一起看的 那就是说 这些东西是比较属于 偏温馨 或是效忠带累的那种剧情 所以就是爸爸妈妈 如果在旁边看了 也不尴尬的那种 对 还可以一起讨论剧情 对 我觉得这其实是 增进家人感情 很棒的一个方法 那第一部我想要推荐的是 《请回答》1988 那其实《请回答》系列 如果有在看韓剧的人 没有看过应该也听过 那它其实《请回答》系列 就是 有点怀旧的感觉 有点像是 光阴的故事那种感觉 对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喜欢 看有一点点怀旧感觉的 剧情的人的话 那你应该会非常喜欢《请回答》 因为其实1988 并不是我们两个的年代 我们还没有出生 对 其实1988是属于 我爸妈那个年代 所以其实这一部 是最适合给爸爸妈妈看的 因为他们看的时候 会看到自己的小时候 虽然是韩国 可是其实 我觉得那个年代的华人圈 对韩国人影响很大 所以他们就很喜欢 周润发什么的 所以你看的时候会 就是我爸妈会觉得说 对对对 当年我们也很喜欢这些东西 每个人都可以从里面 找到属于自己 很珍贵的片段 其实这一部你看完 你会真的很想要去珍惜 你身边的家人朋友 因为他就是把一个 时代的缩影给你看 可是那个时代终究会过去 所以你就会觉得说 那你应该要再属于 你的那个时代 好好的活一遍 那种感觉 我觉得有一点感动 这一部片他演的主角 现在大家比较知道的 应该就是 Girls Day的惠丽 她是女主角 然后算是有双男主角 一个是刘俊烈 一个是普宝剑 然后刘俊烈 大家都说她是一个 丑帅的男生 可是真的很多人 看了这部之后 完全被他全粉 就我知那一位 对他真的就是 就你不要看海报 因为你看海报 你一定会觉得他很丑 可是他 我发誓他真的超帅 我同意 可是他真的是个性帅 对 就是他会让你心中很拉扯 因为像那时候 你又没有真的要跟他 在一起 你拉扯什么 我真的很入戏 重点是他中间的编剧 是真的非常用心 对啊 所以就是非常推荐 找爸爸妈妈一起来看 而且我觉得爸爸妈妈看了会 重新回忆起很多年轻时候美好的回忆 第二部呢 要介绍的 一样也是韩剧 那是 一起吃饭吧 系列 一起吃饭吧 他总共有两季 主演者是 他两季 女主角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这比较特别 英斗菌他算是 这一出戏的灵魂人物 他是一个保险员 女主角是一个独居的 失婚中年女子 嗯 他很喜欢吃东西 可是 因为大家都知道韩国的食物 我们之前有提过 都是大分需要分享的 很多时候他去餐厅 餐厅是不给他点的 所以他就是很孤单 但又想要吃美食 然后就常常 只能去就于吃三角饭团 然后他就是有一天 遇到了 英斗菌 碰巧住在的同一间公寓里面 所以就这样认识了 然后之后他们一起组成了一个固定 一起吃饭的饭友 随着剧情的推展 然后他们每一集 也会去不同的美食店 去吃一些好料 他最厉害的就是 他把那些美食拍得超级好吃 看英斗菌吃饭 好幸福 像现在看吃播的感觉吧 我觉得他真的是 很早的吃播 我觉得这样很好 因为你是等于是在看剧 但是同时又附加吃播 而且真的很疗愈 这好是个过年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进入到第三部 那第三部其实比较特别 它是一部古装剧 这一部呢叫做 新入史冠邱海凌 那在Netflix上面就有缘 那它这部其实就是一个虚构的古装剧 然后再讲史冠这个职位 所以我觉得编剧其实蛮用心的 它就是透过了女主角 成为了就是宫廷的女史冠这件事情来 讲一下史冠的工作到底是什么 还有史冠的使命是什么 因为我本身觉得说 其实如果 古装剧只有谈恋爱的话 就会让整个剧 你显得特别特别单薄 因为如果是现代剧谈恋爱的话 反而还好 可是古代人如果 你什么时候不做 只谈恋爱的话 那你真的完全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 因为古代人能做的事情太少了 所以这个女生等于是一个 职业妇女的感觉 所以史冠是女生 对对对 我一直以为史冠是那个男主角 对因为其实男主角是车影忧 所以大家都会把目光放在车影忧身上 可是其实车影忧她演的是一个 类似二王子 然后女主角呢 就是邱海玲这个女生 然后她是那个 声势惊演的 作为一个演员 她有在这部片里面展现出 丰富的演技 然后也非常符合她这个人的特质 就是很会侠的一个女性 所以我觉得这部片其实是 也很以女性为重的 因为她这部片 她不强调爱情 她是强调 比如说史冠们之间的 那种同僚的情感 所以就是如果你刚好对史冠不排斥的话 那我还蛮推荐这一部 那下面这个主题的话呢 是有baby刚刚说的合家观赏 这个我还是觉得会比较适合自己一个人 就是看了画面 然后就是自己乐呵呵 对手脚全去的时候 不想要给爸妈看到 对 所以这个就是属于一个 比较少女性的类别 刚才分享完就是车影忧的戏 那接下来这部还是车影忧的戏 对耶 那这一部我后来就推荐给我很多 身边的女性朋友 因为其实江南美人这个字就是在讽刺 那些有去江南整形的女生 所以她们算是美人 可是她们是整形的美人 就是她们等于是在讲说 我们知道你很漂亮 可是你是假的 所以其实这个故事的女主角 她就是一个从小对自己还没有自信 然后没有自信到她最后决定去整形 然后她展开她大学生活 那就是故事先从她大概大一新生的时候开始讲 那其实我大概在看第一第二集的时候 我就很有感触吧 因为就是其实大部分的人应该都经历过 就是那种小时候觉得自己很不足 或是外貌上有很多缺陷 你又看到那些长得漂亮的人得到很多好处的时候 就会觉得自己到底是犯了什么错 需要被这样子对待 所以我觉得大概第一第二集 我觉得她那个调性就蛮清楚 她就是拍出韩国人或是韩国年轻人 或是这个社会对于外貌太过执着的这个现象 然后她也不算是很锐利的去抨击嘛 她等于是用很轻松的校园喜剧 还有爱情剧去包装这个议题 然后其实我觉得做得蛮棒的 因为我很欣赏导演她在刻画爱情戏的时候 是用那种不是很多粉红泡泡的 就是例如说很多接吻什么的 但是她是很会掌控那个氛围 例如说男女主角可能撑一把雨伞 然后再讲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可是你却觉得就是 为什么这里越来越热 好可怕好可怕 真的超恐怖 我那时候就想说 怎么会有一部校园爱情剧 可以如此让人激动呢 就是这一部 但是我是蛮欣赏就是 这一部她虽然是翻拍漫画 可是她没有把它拍烂 像我的ID是这样的美人 就是有很好的收尾 然后里面的所有角色 他们最后都有角色的成长吧 所以其实蛮合理的 不会说坏人永远就是坏心肠 她会告诉你说 为什么这个人她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为什么她这么坏 这部片虽然是一个小品 可是其实她带给我的影响还蛮大的 而且我觉得这部片 她拍成影视作品 我觉得有一点非常棒的是 女主角是一个 自认为其貌不扬的女性 她拍得很好 她从来没有把那个人的样貌拍出来 就是她会拍到头发 或是身形 可是她并不会拍到她的脸 因为我觉得 他们应该是不想要 直接塑造一个形象 给社会大众说 这个样子是丑的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做得很好 他们有用心在处理这件事 他们是真的有在想说 我们不要再去 就是把这个刻板印象弄得越来越深 而且因为男主角算是一个三观 有点太正的人 她这个三观太正 所以 少女们你们不要疯掉 我那时候看的时候 我就跟我朋友说 我到底要去哪里找这个男主角 那刚刚介绍的这么多韩剧呢 我们现在终于要来一部 是台湾之光了 这真的是我最爱 大家应该都有看过 就是命中注定我爱你 阮金天 陈巧恩 陈楚河 陈楚河 主演的浪漫喜剧 一开始出来的时候 对于小学生来说 好像有一点点稍微成熟的话题 对不对 尤其他大概第一二集 就比较有成人画面出现 对 我觉得他第一 他第二集有一个很好笑的是 他要拍酒后乱写的片段的时候 还有用火车跟过隧道 过隧道 火车过 就是反复过隧道这个画面 台湾人真的好幽默 我真的要疯掉 而且我想到了 他火车过完那个山洞 反复过完之后 还有一个飞机起飞 我挺有 我记得 好想起来 我觉得他算是第一部 台湾非常完整的偶像爱情剧 因为他演的 主角的历程很长 前半段是在演说 他们一开始遇到 酒后乱性这件事情 然后 心仪跟 寄存戏之间发生的一些爱恨情仇 然后一直到中间发生了一件巨大的事情之后 开始转折 心仪的人生有什么样的改变 然后寄存戏的个性跟人生有什么样的改变 所以他有点像是成长戏剧的感觉 不是说男女主角在一起故事结束 对 因为我觉得这一部还蛮清楚记得 就是每一个角色在演的时候 你会觉得他们的情绪是很真实的 他们哭 不是那种眼泪滴几滴 然后这样就是一滴青泪掉下来 他是真心的感受到那个悲伤 我觉得其实 配角好看的时候 大家会更容易迷上这部剧 所以 命装注定我爱你真的是台剧之光 嗯 对 所以希望如果各位有什么推荐的台剧的话 也欢迎告诉我们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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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